早上好 欢迎回到3月14号的百格传报 我是敏和 假如你很期待早点大选的话 那么接下来的消息可能要让你失望了 新台下时报今天头版新闻独家揭露 国阵将会在武吉加利尔的亚通体育馆 宣布国阵的竞选宣言 而举办的日期将会在4月7号 也就是说最快也是 下个月或者是5月初 才有可能会迎来全国大选 新报头版刊登了一张 左顾右盼的年轻人照片 报道来接大选的造王者 很有潜力是来自这一批Y世代的年轻人 他们不容易受到煽动性言论 或分化课题的影响 比起这些 他们更重视的是就业机会 经济以及环境 所以虽然这是第一次投票 却会让候选人知道 想要赢得他们的支持 没有那么容易 新州头版是大选后 内政部会检讨出版印刷法令 包括内政部长阿莫扎西说 他已经指示内政部官员 以更开放的态度来对待传统媒体 不要再吊销出版准证 其他马来报 例如每日新闻和前风报都是在说 雪州的水工问题 包括能源部长迈西木就表示说 如果雪州水工问题继续恶化 不排除宣布雪州进入水雾紧急状况 换个焦点 首相纳吉日前在国会表示 政府妥善管理财物 并且以新加坡国债更庞大为例子 说明政府有足够的还债能力 不过这番言论很快的就招来了反驳 大马国际透明组织主席阿克巴说 政府部门拨款流失的贪污弊案 可以高达40%是非常严重的事 这已经不是漏水而是现有体制 在财务的监管方面破了大洞 他因此就强调 大马已经陷入廉政危机 每年公布的总基查斯报告 都点出公共服务领域的弊病 但是却不见得有显著的改善 这样的情况也招来网民狠批 上梁不正下梁歪 每年的机查报告 买贵了也不会有人受到对付 国家领袖应该第一时间出来解释 也有网民就感叹了 财务监管的大洞 恐怕要后代子孙来承担 再来看 英国财经杂志经济学人 日前刊登了一篇名为 《小偷助手》 大马首相即将偷走一场选举的文章 引起了讨论 霹雳行动党国会议员尼可敏 昨天在国会上演反讽戏码 国家领袖国会议员尼可敏 意图帮助特定政党赢得来届大选 选委会主席莫哈莫哈辛 已经做出了反驳 强调选区宠化 没有为了特定政党 都是秉持透明和公正的原则 最后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百革城报 我们再会